嗯 摘星啊 朕就是想知道 你的把握从何来啊 其一 昨日在市集上 博王殿下并未射出最后一箭 博王并非轻易认输之人 想来是爱惜牙疗剑 不愿让牙疗剑有失 企二 博王夜俗兵部时 任何东西都不带 却只带走了牙疗剑 牙疗剑 四殿下回京时 一直找寻大殿下龙蛇剑的下落 摘星重看大殿下的画像时 赫然发现 博王殿下 牙疗剑的剑柄处 与大殿下的龙蛇剑 竟是如出一辙 所以小女猜想 其实 博王殿下现在这把牙疗剑 是由两把钻剑重铸而成 其中一把是博王的牙疗剑 而剑柄所用 便是大殿下的龙蛇剑 这剑柄的龙头 就是重铸的证据 这的确 是龙蛇剑的剑柄 我小时候曾经拿过 三哥 这是大哥的剑吗 倘若伯王殿下对大殿下真是见死不救 或是心存愧疚 那他无需重铸牙疗剑 亦不会如此爱惜此剑 朕姓 朕想知道 难道你的把握 就是单凭这把剑吗 的确如此 陛下 还记得伯王殿下当初 孤身进入王府涉险救人 就足以证明 他并非天性梁薄之人 我 小女 曾有一位挚友 当年也是为了救若小无辜 竟闯入龙潭虎穴 冒死相救 就宛如今日的伯王 而后来 我的这位挚友 明明蒙受不白之冤 明明蒙受不白之冤 可日后相见 却不愿多做解释 向来 或许伯王 当年与大殿下之战 另有隐情 所以当年伯王没有救我大哥 真的是另有隐情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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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本来答应大哥还有伯王 要一辈子都瞒着你 父皇 爸爸 既然又真已有一斗 那么此事也瞒不了多久了 或许也不该再瞒了 或许也不该再瞒了 当年宾州一战 你大哥 本来是大祸全胜 但却因副将叛变 让他身陷危机 父将叛变之后 我们已是陷入险境 当此局势 我们之中 必须有人舍命断后 拦下追击 方不知 导致全军覆没 断后之事 恳请大哥托付于我 大哥已收到父皇挤报 四弟已擅自出城 前来接应我们 按照四弟的矫程来推算 他必然会遇上 从另一头夹击掌的叛军 四弟不知道有叛军 若真的遇上了 必定送命 大哥 我来断后 你去营救四弟 以我军目前的实力 也只能这样了 前方先锁桥 就是阻拦叛军的关键 此桥一断 神仙也难度 明白 就算拼死 也会截断此桥 这把龙蛇剑 大哥知道你素来喜欢 如今就交于你了 今后你就以此剑上阵 就当是你与大哥 一同杀敌 大哥 三弟 就当是借此剑一用 待我军脱险后 再归款大哥 大哥说了 此剑你留着 用它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 三弟礼命 快快 追兵在后 我们快点说退 多多快 大哥 过来啊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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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有件事情瞒着你 大哥被叛将陷害 身中剧毒 你活不了命 我们回头跟他们拼了 拿回解药 那谁去救四弟 如果现在回头找解药 让我还命 但却让四弟遇险 或牺牲你来断后 那大哥还不如毒发身死 三弟 你再不走 有阵性命看云 大哥 你有家庭 大哥 你不是在家庭那家 带走魔王 快走吧 大哥 快走 大哥 放开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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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根本就不是 伯王丢下了我大哥 而是因为我擅自跑到前线 我大哥怕我陷入敌军叛境 自己独自断后 让伯王来救我 才丧失了去寻找解药的机会 所以才会死 对不对 你大哥 是朕的好儿子 是你们的好大哥 父皇 是我害死大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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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对 大哥 陛下 是摘星自作聪明 摘星这就去劝四殿下 该去的是我 朕就是不愿意看到他 如此痛苦 所以才一直对他隐瞒真相 大哥 都是我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当年 你是因为救我 才放弃了活命的机会 这么多年 我一直错怪三哥 说他是独自苟活 没想到 是他救了我 还一直背负着 见死不救的罪名 大哥 把他的龙蛇剑交给我 就是让我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而这套 经历过无数血战的战甲 大哥是要传给你的 他说了 等你长大 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意 他的心意 你不过来 他说了 他说的 他是一个人 你还给我 他说了 你还要好 他说了 他说了 你还要好 我一定会守护好 你交给我的这一切 绝不辜负 你和三哥的期望 你能够明白大哥的心意 那他 也算是没有白白牺牲 所以这些年来 隐藏当年真相 是你的意思 还是父皇的意思 你个性仁义 倘若知道真相 定会自责消沉 所以 你宁可背上冷血负义的罪名 也不肯告诉我真相 三哥 是私弟不好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摘星姐姐 料事如神 她是最懂你的人 今天我来之前 摘星姐姐就说 你一定会来找我 所以 她让我把这封信 转交给你 成交悬崖 命悬已线